其實我看到最後一天 其實感覺日本的兩個小將 一個是伊藤美成 一個張本智和 當然伊藤要更加地讓人尊敬一些 我覺得他又小 然後又那麼聰明 然後每次都還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伊藤和張本兩個人 確實是為乒乓球的發展 注入了一股新鮮的力量 至少對中國隊形成了一定的衝擊 而且這種衝擊他們是不斷地再去加強 再去加劇 因為他們的年齡比較年輕 有一定的優勢 心態 現在跟中國隊打 他們會非常放鬆 他們經常會打出非常高的這種水平 我覺得正是有他們的存在 才能夠促進中國隊更加專注 更加進步 更加不斷地去創新 其實我認為他們的這種出現 我認為長久以後的發展 不見得張本在伊藤之下 只不過是女線上來說 別的選手對中國隊的衝擊沒那麼大而已 所以伊藤就顯得特別突出 但其實從全面性上來說 張本還是慢慢地是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全面 作為男隊員來說 他不可能說是成為唯一一個有威脅的 但是在這個今後的發展當中 他還是能夠每次都能夠讓我們看到 有一些變化不管是他們兩個任何人 在這個每一次比賽都會和上次不一樣 每一次比賽他們都會有新的一些嘗試 而且他們最好的一點是敢於嘗試 不怕輸 這個其實是他們身上最大的威脅 其實我覺得 我記得你以前說過就是 偉大的對手成就了偉大的運動員 當然我不能 我們現在他們還太小還太年輕 你不能說他是偉大的對手 但是他們這種成長的過程當中 反而是運動員特別緊張 就是那種警惕和緊張的感覺 尤其女線方面 這個你覺得了嗎 我覺得正是因為他們身上這股精神嘛 他身上這股精神要高於他的球技 因為他們這種敢拼 敢贏 想贏 輸了之後下次再來 而且為了這種贏球他不斷地去嘗試 他敢於用一些這種 大家所謂說的搏殺 其實我認為他就跟敢死隊一樣 他就沒想著這個球一定讓自己怎麼舒服 首先先讓你不舒服 所以他是帶給中國隊最大的裡面是不安全感 這個不安全感其實技術只是佔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最主要是一種精神 他們這種向上的精神 這種衝擊中國隊的這種精神 我覺得這是帶給我們最大的一個動力 其實我認為一個好的運動員是非常享受這樣的 只有這樣的這種對手才能夠激發我們的潛能 其實就像以前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歡老瓦 老瓦其實他也贏很多球 但他也輸很多很多的球 但是他最主要是什麼 他就是說別人 別的選手是建中國隊都有點恐懼 甚至都有點怕 贏的這種信念沒那麼強 但是老瓦不管在任何時候 任何年齡段 他只要建中國隊的時候 常常都是決賽 常常都有那種享受的感覺 他非常享受一個人來挑戰 中國隊這種孤單英雄的感覺 我覺得恰恰現在從這個伊藤和張文 他們兩個男線女線各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新生代的產物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 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就是對整個乒乓球的發展 還是非常積極的 因為他們還年輕 是吧 未來他可能在十年之內吧 至少甚至更多 是吧 至少我們先準備他 十年的這種時間裡邊 他會不斷地衝擊中國隊 是吧 衝擊完這一波 是吧 馬龍啊 丁寧啊 劉世文啊 許欣啊 就衝擊下一波 是吧 這個樊振東啊 陳夢啊 然後再衝擊他們同批的這一波 是吧 你像這個孫影沙啊 王曼玉啊 包括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應該看到乒乓球的發展 是往這方面的 同時呢 通過這些比賽 我覺得比賽有輸有贏才有意思 而且中國隊確實現在沒有說 這個完全可以說包打天下的 是吧 其實我們每塊金牌 五個項目裡邊都有機會拿金牌 但同樣對手五個項目當中 都有希望去拼金牌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態勢 這樣的一個趨勢 給整個乒乓球注入了一陣強心計 所以大家為什麼現在開始更多的 來去關注乒乓球 我覺得正是因為它比以前多了一些看點 多了一些不確定因素 是吧 大家都在觀望 是日本隊的斷代的培養 和新生代的這種網上衝擊的力量大 還是中國的新老交替層層布局 我認為這都是根據一個國家的 實力來去做的 因為日本隊他若有這些優秀的老將 他也不用斷代培養 因為他那些人不行 所以他必須採用這種極端的打法 但是中國隊呢 他是長勝不衰的 他不可能說用一種極端的打法 它是一個大國 它要圓圓的這種流長 所以在新手 中生代和年輕運動員 我們有一個我們培養的梯隊 我們有一個我們自己的節奏 是不是我想中國隊還是說 在整體的這種系統上 不管是這種打球的系統上 還是培養人的系統上 還是對乒乓球的理解上 都遠遠高於日本隊